1月24日星期二得道 早晨,我是新聞報道員,小碑 臨電越外搞到一鍋泡 搞到香港整個液浮 葵沖村現在變成垃圾村 她昨天又走到現場 逗留了20分鐘做秀 有居民在樓上大叫 大家聽不聽到居民小林鄭那些什麼呢? 應該都是炒媽拆蟹的了 葵沖村出現大型群組爆發 超過100個市民染疫 日葵樓和影葵樓將會被圍封5天 特首臨電越外在昨天1月23日下午 去到葵沖村做事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和運房局局長 陳凡公公也有同行 期間三個人都只是 配戴普通外科口罩 沒有戴雙倍口罩 沒有穿保護衣 她亦沒有回應記者提問 有居民在林鄭市責期間大叫表示不滿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陳肇始夏就在疫情記者會上表示 葵沖村出現社區爆發 到現在村內總共有170宗確診 及初步陽性個案 其中日葵樓有126宗 影葵樓就有41宗 有葵沖村日葵樓居民 帶著大袋的食物回家 她表示聽聞今晚會再次封區 她已經買了許多食物及日用品 被人問到你會否很擔心呢 她就很無奈就這樣說 擔心也沒辦法了 擔心病毒會消失了嗎 她繼續說附近商場很多店舖都沒有開 借得大家樂及衛康少少的店舖繼續開 附近的街市都關掉 因為承辦葵沖村清潔服務的珍惠妓幾十個員工 被送到足高灣檢疫 導致村內垃圾沒有人清理 這個女士就說 一時時啦 有時有人收垃圾 有時沒有 但坦白地說 衛生情況真的很差 有遺風在日葵樓及影葵樓的市民 就說他們的垃圾堆積在升降機大堂 兩天不訂食物就會腐爛 她希望政府調派食環處人員協助清理 維持村內的環境衛生 現在其沖村的市民衛生環境有問題外 他們就很急著去買貨 這個市民又說些相片給記者看 就說有確診的人士已經去了治療 但他的單位外仍然放滿了香港政府派的很多飯盒 有居民憂慮會引發衛生問題 有市民托著幾包米回家 也有長者用了一千元買食物 避免新年糧盡即沒有食物 有記者在晚上去到超市觀察 發現大部分貨品都供應充足 即是個別罐頭和包裝麵包賣光 沒有排隊人籠,情況比昨日比較緩和 住在右初步確診的大廈葵中村居民說 雖然現在不需要繼續維蜂 但擔心情況突變,所以馬上去買個人物品 而另居民說,維蜂期間只獲派食食麵做早餐 也擔心當局隨時繼續突襲,不想新年流流,沒有食物那麼淒涼 當局下就交代最新疫情 日攜流和影攜流需要繼續維蜂 直至今個星期三,1月26日,5日禁足日街門為止 昨日維蜂強制檢查的四棟大廈暫時可解除行動 但據聞未來幾天都需要每一天做檢測 即每一天走去排隊 又像昨天說,你每一天走去排隊 又是要搭電梯又是很多人 衛生環境那麼差,你會否因此突然感染了Omicron 然後又傳染給其他居民 強制檢測大廈之一的千葵樓 就發現一宗初步陽性檢測更案 於是他就延遲到下午4時半才開始解封 比其他三棟大廈是遲些的 千葵樓居民張女士和女兒一起去到超級市場買東西 他就說,雖然現在已經解封了,但大廈裡有一中初步確診個案 擔心情況有突變,所以專程去到超市入貨,以防萬一 他提及到,家裡的米糧面都是充足的,一直都有存貨 所以主要是補充個人物品 他又認為,如果因疫情需要不可以走出家也可理解 現在心情正常,但不想習慣 另一個住在千葵樓的霍先生就表示 今天遲遲未解封已覺得有不妥 許多住戶在大堂等候消息,保安和工作人員都答不到何時才解封 搞到許多人喜慌和不耐煩,他又繼續說 因為擔心隨時會繼續需要遺風強制檢測,甚至乎不能走出家真的那麼足 解封後,趕快走到超級市場買東西、儲糧 隨時也不知要封多久,買定多些不用到時那麼淒涼 今天早餐只是派了即食麵 快來個年,如果到時吃這些就慘了 葵聰邨疫情大爆發,重災區集中在日葵樓和影葵樓 今日許多居民去商場和街市買東西 現場所見,許多居民大包細包地買米 又或借了超市購物車,把物品運回家裡 整七十歲的豬婆婆住在紫桂樓 她就說,疫情雖然未辣到埋身 但由於擔心會被遺風禁足,直至去到新年那裡 於是,預早去到超市買糧米和湯圓等賀年食品 用了一千多元,平時去超市最多都是花百多元 最怕就是遲些沒得出來 也有長者用手拉車載著六包八公斤大米 不過她就說,並不是因為爆發疫情而儲良 只是因為許多優惠券,所以用它 這個買貨潮很明顯已經表示 市民絕對已經不相信這個港共政權 因為去到現在,暫時還未宣佈延長五日禁足令 但市民已經不相信政府 個個都覺得自保最重要,亦預測 好大機會一定會繼續延長禁足令 似乎個個一家大小湧去超級市場買東西,草頂糧 在這個時代,大家都是自救了 還相信政府嗎?難道 下一則新聞 葵涌村的居民是一個封閉的環境生活 對著垃圾外,還有人在搞事 有影片在網上流傳說 有一個男人經過人家門口前用口噴水 正當葵涌村的居民個個都要隔離打困獸鬥之際 刻意向門莊、閘門等居民會用手、店位置放飛劍波翼 黑警表示,今日接獲報案就說網上流傳一段影片 顯示一個男人懷疑在葵涌區內的大廈走廊 向多個住宅單位的大門和門中位置用口吐口水 或是黑套水,即是因為她的嘴噴出來的東西形成一條水柱 即是她應該含著淡水然後噴過去,連同口水噴過去 案件列作求警調查,由葵涌警區人員跟進 暫時未有人被捕 這段影片懷疑是葵涌村、春葵楼、夏葵楼、秋葵楼的影片 即是見到一個穿著黑衣男人造出惡劣行為山坡西菌 大家不要標籤黑衣男人,剛好這人一身黑色 有議員呼籲市民要小心點,出去時避免用手觸碰眼耳口鼻 回家後要立即清潔雙手,定時要消毒門前、門中等手會碰到的位置 有網民覺得這行為很離譜 雖然這個男人沒有染疫,也很骯髒骯髒 要求報警抓他,最好監禁處罰 亦有人直接爆粗,不斷說,全都慘,正都慘 石石上,住在葵涌村的居民真是很慘 他們在困獸鬥,被人困住 每天都要下去排隊,不知排多少個小時做檢測 然後又不知等多久,搭電梯回家裡 而在這個過程已經接觸了很多人 而且現在衛生環境那麼差,又有人乘機在做些古靈精怪的事 在這裡只能夠主觀性希望,大家真的可以多熬幾天就搞定了 希望五天圍封這個狀態就可以真是五天搞定 葵涌村的居民加油 下一則新聞 獸醫學生聯署批評港共政府提倡將伴侶動物退貨 三個獸醫學生發表聯署公開信,批評政府呼籲市民將仓鼠交出作淫度毀滅等等 等於提倡將伴侶動物退貨 伴侶動物即是指你將你的朋友、你的動物退貨 因為倉鼠不單單是一隻動物那麼簡單,牠和一些老鼠是不同的 我養了牠,牠已經成為我的伴侶了 但澳洲當地政府指引建議市民和動物一起在家旁邊 草物出現病徵就向獸醫尋求意見,並沒有展示要將動物人道毀滅 美國梅歐診所醫學中心表示,對待寵物應該採取與家庭成員感染武漢肺炎的病毒一樣措施 包括將寵物放在獨立房間,與其他家庭成員分開 如果寵物有新病徵就需要聯絡受醫 而且就算英國發現狐猛有能力將病毒傳染給同類 政府亦說要求市民和寵物狐猛一起隔離21天 從來沒有提及要撲殺草物狐猛 沒有一個政府會用草物和伴侶動物 可能傳染新冠病毒為理由 呼籲主人將它們交出,以便執行人道毀滅 因為這與禽流感的殺雞情況不同 原因就是草物或伴侶動物一直被認為是主人家的一份子 這個舉動與主人是否捨得草物無關 而在此反映一個社會的道德價值觀 因為Omicron根本已證實是人傳人 而且是受醫亦證實了 如果是動物感染,基本上主要是因為人傳給它 而好似是因為動物傳到人那裡 就網上近日許多片段拍攝到家裡的小孩與蒼鼠殉靈死別 受醫學生表示,教一個小孩當蒼鼠健康時 他就是你的家人,而你要無條件喜歡他 當他病了,便覺得有機會傳染你的時候 他便是有問題的產品,而你要推荷並且毀滅他 質疑這個邏輯是否合理?是否相循標準?是否智商矛盾? 這就是你的兒子會學的道德價值觀呢? 他們建議香港政府處理可能傳播病毒寵物時 正常程序應聯絡受醫,幫他們隔離和檢疫 若病時應加以治療,然後再次檢測 這些才是政府應教導市民的事 他又形容香港社會日新寓意的道德標準 不難看到香港的動物權益意識日漸倒退 就在疫情之下,香港會成為世界上述善殺動物的地方之一的原因 如果你的兒子中了武漢肺炎,你會否將他人道毀滅? 如果現在這個黑警中了武漢肺炎,你會否將他人道毀滅? 不可能這樣是雙重標準 動物和人應該是等同他這個價值的 你不能覺得他是動物而似一等 亂大開殺界 這個港共殺人政權,現在殺了動物,令到天露人怨 最後一單就是比較輕鬆一點 說回過來人分享移民台灣生活的六個大落差 其實大家聽聽是甚麼,很多時候都有些文化猜疑 雖然台灣很近,只是一個半小時的航機 但很多移民台灣的香港人就說文化猜疑也很大 現在我分享他們覺得哪六個猜疑 這是一個夫婦的故事 他們在申請居留證的同時 他們幾乎每兩個星期便飛台灣一次 為了學校住屋、選區等等 以為在台灣租屋很簡單 但他看到的租盤很多都是業主自己租出來 要飛一次三天兩夜就約了業主看樓真的很累 作為一個連居留證都未到手的香港人 業主見面後都會查家紮地問料 由生活問到做事,由做事問到為何會做這份工 然後再問他們的人工 這個夫婦就明白業主擔心租客的品德 但問到這麼偷窄又真的不太習慣 由他們的面包表情來看 應該是如果有選擇的情況下 也不太想租給非本地人 我又說說自己的意見 其實我想全世界都是這樣 如果你在香港有物業 你租給別人的 你會不會特別想租給非本地人 我覺得有得選擇的 其實這是業主的權利 而且問人工多少 我在香港租屋 他們也會問 透過他這樣說 我又覺得台灣和英國 來比較台灣也相對較寬鬆 因為他們只是業主問你問題 現在又怎樣看呢 第二點 房屋中介的租盤也不行 又試過走入台灣的公司看 但似乎他們不多喜歡做租盤 而且又是連居留證都未出 他們也沒心機幫我們找 後來在網上找到一間專門 幫外資企業租樓的中介公司 雖然盤會貴少少 但看了幾間都很優質 很快就決定了 用台幣4萬2千元租一間 住在高雄左營的全新四房單位 全新裝修連家電 還包一間車位和管理費 面積實用是1300呎 就是這樣 這家人收到居留證後 飛到台灣便直接搬進去住 開始了他們一家人的台灣新生活 接著是台灣的生活落差第三點 鄰居可以好好但亦可 他們住了未有一個月的下午 這個小朋友放假不用上學 在家裡玩 可能是跑跳的關係 他們收到管理處通知 我們給樓下投訴 當時他們的反應 就認為小朋友太興奮影響到別人 所以就叫小朋友不要太興奮 要靜靜地玩 但相隔只有一的週末 他和幾個台灣朋友等他們安居下月後 他們約來他們家裡吃飯 可能是喝多了兩杯關係 聊得太開心 未到晚上九點 他又接到投訴 就說他們太大聲 喝了少許酒的他 就心裡說了一句 台灣朋友幫他解釋 拍謝拍謝台語的sorry 即拍謝拍謝 就說他們會小聲一點 不好意思 他的台灣朋友跟他說 在台灣住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出現這些問題 住透天的朋友就說 很多時候住大樓都會遇到 龜毛的鄰居 即有少少麻煩的鄰居 遇到的就應該盡量互相忍耐 這件事之後 這家人就用輕功走路 然後第四點 銀行造業的效率代表了生活所謂的慢活 按據後就準備落業 到之前開公司 做的銀行開私人戶口 不用排隊 開個戶口就要整個小時 之後連入支票也要排隊 拿的飛仔等號碼 每次都差不多等整個小時 剛開始的時候就會想 為何連Jobbox都沒有 即是說 如果你把支票放在箱裡 他就幫你自動存錢 經常心想 為何銀行就不可以 像香港怎樣怎樣 為何這麼慢 這個小啤酒就覺得 真是有少少麻煩 這個香港家庭 因為其實基本上 除了香港之外 所有地方工作都很慢 因為他們有自己的節奏和生活 如果你要移民 你就要習慣當地的生活模式 不是什麼都嫌這個嫌那樣 什麼都與香港比較 你有沒有想起 你為何要走 你走一定有你的原因 一定有不好的地方 為何你又不把這件事繼續想 而不斷把這個地方與香港比較 怎樣怎樣 接下來第五點 餐廳食飯明明有位都要等 他就說他家附近有一間幾大餐廳 進去的時候一定會由服務生帶位 服務員就說 你好請問幾位 這個太太就說我們四位 接著服務員就說 好了請你等等 說完之後他就去了送餐 之後就見到他走來走去 但明明就見到大把空位可以坐 為何就要等呢 為何等等下有過了五分鐘才讓我們入座呢 原來這是他們的服務程序 一定要等他們完全ready才安排客人坐 程序就是程序 原則上就是不會變的 其實也不是叫他等很久 叫他等五分鐘 其實在香港吃東西很多時候都要排隊 你們排一小時兩小時吃個麵 又不出聲 最後一點了 餐廳冷氣開了好像沒開 他們就說早上吃早餐 室內也有冷氣但不夠冷 大家都知道香港的餐廳冷氣也開得很厲害 但他們台灣的餐廳吃飯 經常都是大漢林來的 他又想為什麼這樣的冷氣不開來做什麼呢 但想深一層不同的地方 雖然大家都用中文文化差異一定會有 既然來到台灣就應該慢慢融合 慢一點就慢一點 冷氣不冷夠涼就可以了 問多兩句便問 為何要用香港做標準呢 如果什麼都要用香港那套 那又為何要來台灣呢 用香港標準留在香港便可以了 在香港的時候你們便會說香港的冷氣太冷 不是很多人經常投訴巴士冷氣太冷嗎 今天的新聞就是這麼多 希望大家有個新的開始 愉快星期一 拜拜